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显灯宝社 如果提到都米耶,各位小伙伴们先想得的是巴厘岛还是马尔代夫呢? 这两个地方都因为它特殊的浪漫景色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蜜月圣地 这本该是大家都分外了解的地方 但是在马尔代夫上有一个十分美丽却少有人知的地方 在马尔代夫蜜月旅行的娃娃意外发现了一个十分美丽的海滩 刚见到的时候它惊为天人 实际上怎么有如此美丽的海滩 无数蓝色的光点照亮了整个海滩宛弱星空美丽无比 据了解,这实际上是一种生物发光现象 所谓生物发光现象是指生物通过体内一定的化学反应 将这种化学转化成光能而释放的过程 萤火虫的发光就是最为人知的一种生物发光现象 海洋生物学家和Herobus介绍马尔代夫这些美丽的星光 学名是一种多边社家造 还有一种会发光的是非植物非动物的鞭毛造 大概就是类似于细菌的单细胞微生物 当受到海浪等外力拍打压迫时 它们就会像萤火虫一样发出亮光 其实这些海滩全世界只发现了七处 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了 行动的小伙伴们就快行动起来吧 小便士绝对不会告诉你们 其实在秦皇岛和大连就有两处银光海滩 再说了就算你们不能搭着度蜜月的名号去马尔代夫 还不能说是为了见一见着美丽的海滩吗 好吧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样 让我们继续吐槽世界如此枯燥 新闻也需要清掉海滩点 关注你是在等什么呢